选举倒数国民党立委参选 江启臣礼拼连任一早到入口败票 民进党立委参选谢志忠 拿出一份财产申报表 控诉江启臣的太太 买下新北市新店文化路上的房产 半年内脱手获利 近千万恐怕涉嫌炒房 他出售卖了1650万 1650万扣掉他的成本730万 他赚了919万 半年赚了125% 超级会赚的 短时间获利将近1000万左右 将请沉浸棒回营这笔土地 早在103年合法取得 都更开发产生的价差 五年后才售出 请谢志忠好好关心自己的论文 实际询问附近的房仲 这一带都更钱一平约四五十万 都更后落在七八十万左右 而身为江启臣的大舅子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这样说 他在103年时候 就是有这个土地 那这个中间就是有建厂要来和建 那108年就把这个房子盖好了 那盖好以后就和建分手 刘士林他没有要住在新店 所以他就把这个土地 这个房子就把它卖掉 2024大选进入白热化 蓝绿白总统候选拼选战 但美国纽约时报也点出 中间选民要投给谁 人摇摆不定 胜选关键恐怕不在于两岸议题 房价可以低一点 然后薪资可以提高 房价物价纷纷上涨 薪水没跟上 别说买房要温饱肚子 都有困难 各党想抓住年轻选民的票 得先提出好的经济方针 TVBS新闻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